他敢握 爬上將近三層樓的建物 小朋友一次又一次的 來回溜滑梯 好玩又刺激 旁邊還有自由滑索可以體驗 爸爸媽媽一早就帶著小孩 一續排隊來玩 這裡是彰化浦岩的 浦南運動公園 浦岩像公所砸了上千萬 重新整件 仔細看 滑梯的最上面 還戴著巨大的順澤公冠軍帽 民眾都說還原度超高 還原度很大 其實應該說非常的顯眼 只是因為剛好可能放在上面 小朋友不知道 它上面是一頂冠軍帽 剛好又可以遮陽 可是又有具特色在上面 順澤公的帽子 很像啦 對 很像 溜滑梯做得很好玩 從空拍鏡頭看得更清楚 超巨大的藍色順澤公冠軍帽 底下的地板還畫了三種顏色 分別代表了游泳 汽車 跑步 也就是鐵人三校的賽事項目 挪威三鐵選手伊登 偶然間戴著彰化浦岩順澤公的帽子 在三鐵多冠嬰兒爆紅 這座公園就離順澤公也只有100公尺 因此成為了運動公園的設計主題 有民眾看到都直呼好可愛喔 好大的神貌 有帶有保佑 現在溜滑梯也可以 本來這裡是一個張亂點 那都亂到那次 做一個比較不一樣的 想要順澤公號子然後蓋在上面這樣子 順便行銷浦岩 再來就是可以拍照打卡 目前浦南公園的郵具設施已經通過國家檢測 等相關單位來驗收後 預計7月24號就會開放民眾使用 這週末算是預先開箱體驗 公所想蓋一座不一樣的溜滑梯 還能發揚當地觀光特色 以後民眾到蒲岩除了去順澤公拜拜 求冠軍帽也能順道來公園玩 跟巨大神帽拍照打卡 勢必就會吸引更多人來蒲岩觀光